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30号 今天看到一条突发事件 非常令人震惊 也许使人难过 包钢34岁员工 跳入2000度 钢炉自杀 这个消息官方发布了 这个消息了 包钢钢管公司 关于324亡龙死亡情况的声明 给大家看看网上的这个截图 这是官方发布的 你仔细地看每一个字 每一个标点符号 看出什么问题来 他这里讲到 昨天下午 一段长达15秒的监控视频 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一位男子独自走到 正在运作的钻炉 喷扎口 他站在那个炉口呢 取下了头上的帽子 安全帽 他操作的时候都戴安全帽 工厂啊 往那炉口走了几步 探头往里看了看 因为他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 随身 随后纵身 一定要跳入炉中 你想跳那么热的炉子里 肯定马上就 就完蛋了 他为什么把安全帽 再进来 对不对 就想少造点罪吧 这一瞬间的罪也少一点啊 也好啊 你看这个包钢这个 发生这个突发事件以后 官方是怎么审明的 你看 王龙 男 1987年出生 这很年轻 10年7月参加工作 西包钢 钢管公司 练钢工 2021年 3月24号 夜 当班时失踪 钢管公司 立即组织人员 进行寻找 经调取 后台监控录像 显示 王龙 3月24号 22点54分7号 转炉 挡火门处 先将安全帽 及手套 扔下 扎道 随即跳褥 扎罐 渗亡 目前 公安机关 初步调查 已排除刑事案件 其自杀 应急 市应急管理部门 认为 不属于企业生产安全事 什么意思啊 工厂先撇清责任 你死是怨你自己 工厂没有关系 你看见没有 据公有反应 王龙 性格内向 执即未婚 长期通过证券公司购买 期货和股票 仅3月24号 当天交易额就亏损了6万多人 你看 原因出来了 市应炒股票 怀疑其自杀与亏损 数额较较大 负债过多 无法偿还一万 我们对死者深感痛心 并积极做好家宿 安抚工作和职工心理疏导 目前职工队伍稳定 下一步 我们将集体配合 公安局员进行调查 并妥善做善后工作 后续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发布 包钢 钢管公司 2021年3月30号 你看 他证实这件事是真的 原因是什么 我也相信 就是他这个 炒股票赔了 炒股票赔了 这个自杀的很多 有的是选择跳楼 有的是自益 有的是这个 偷其的方式 其他方式 总之 就什么呢 炒的时候想的什么 盈利 你看别人这个 赚了很多钱 眼红了 自己想试一把 试一把又没钱 说不定这6万块钱 是10万8万 这个投资股票的是借来的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是个人就是受这个社会风气的影响 一切向前看啊 就发财心切 想改变贫穷的命运 你想如果作为一个这个炼钢工人 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 早起晚会 什么时候能发家支付 买房都买不起 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你想股票市场上赚钱那些人 总比那些这个赔钱的人要少吧 对不对 他本身不产生效益 就在那个 那个股市上翻来翻去的 倒来倒去的 别人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 所以这个总有失败者 那失败有的人承受不住就出现这个事 那么工厂有什么责任 工厂呢肯定平时应该早点发现他性质内向 这里面承认呢 至今为未婚 长期通过证券 公司购买期货股票 长期 那你长期那么长时间他就买 他又是一个这个打工的 那么你那个油管部门 同事啊 还有这个 不对我说 党小组织 这个组织 那个组织 公会也是共青团 为什么不劝他 有的人就应该好心 就告诫他 就不要偷 你怎么能赚钱呢 都是小户 小虾米 你想再借钱 就算借十万二十万的 轮到股市里 那不就是一滴水 轮到大海里边去吗 你肯定叫人吃掉 股市里边兴风作浪的 都是你的大恶 是吧 大买家 有内部消息的 官商公街的 是不是啊 你看有几个普通的股民 赚钱的 我都没听说过 我这历史多少年 你想接受了很多人啊 基本上都是赔 我就没听说 随意真正的过程价 是赚了钱了 这个投入的人 往往都是 开头都是被别人忽悠啊 迁驴的迁进去了 或者自己 这个抑制不住 发财 致富的这个 就冲动了 就冒险了 想我这一夜的 投你什么理财啊 什么投资啊 明目翻多 你看经常接到那电话 就是找你啊 你要不要理财啊 理财都赔了 你看哪个人赚钱 没听说过 就包括在加拿大这些 就是说 这是一讲 其实就是一种欺骗行为 因为他给你理 你不管你赔他赚 赔的是赚了 他肯定是手续费招收 不信你就签个合同 凡是叫你这样 就签个合同 如果我们俩合作 我钱给你 你给我理 这样的赔了 你得赔我的钱 你签个合同 我把它让他的房子抵押 找律师 你看他愿不愿带你 全都是骗 用这个方法 忽悠你啊 所以说 这个 我一直都强调 如果真有点小钱 你就买一个房产 那不管怎么到任何时候 他有那么多东西 是吧 你这些东西 股票啊 证券啊 什么 几乎我见的太多太多 就是倾家当产 就在这个领域里面 没听说谁浮起来 你何况你一个 你一个炼钢工 你这个从早到晚 都不容易站在那里 冒着高温和风险 你说灰汗如雨 转 你怎么可能 这个能 这个参与这个股票的交易 这可能是个重大的失误啊 但是后来发生这事以后 也闷在肚里啊 那没有办法解决你想你想你想亏损了六万 一天就三月二少就六万 那以前不知道多少 我估计可能上百万了 最后怎么办 付出生命的代价 看来后令人就心痛啊 最使人感到就是难过的是什么 这个一出这个事 首先领导先宣布 应急管理部门认为不属于企业 生产产事故 那你平常对员工的教育怎么教育 你不听平常工会啊 工情团开会不讲吗 我们这有很多人参与股票 你们不要参与 这个东西不能赚钱 把他这个这个 以前这些案例多得很 太多太多了 以前看报纸媒体都在报道这些情况 不要总报道 有什么是杨百万 是孙百万 把那些偶然成功的啊 赚了钱的人吹捧着 过稿啊 所以这个是本身是有责任的 现在首先这撇 撇清多么冷阔无情啊 你就应急事务部是干什么呢 应急事务部 你不仅仅是这个是马后炮啊 你就事前就应该跟就员工们都讲清楚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看了以后 这是令人难过 才34岁啊 你想这个 而且以这么这个惨烈的方式啊 你看这篇文章 万维网今天发表一篇文章很长 不知道谁写的 写的很好 他说我一遍遍读着这个声明 这心一遍遍被这个刺伤得很疼痛啊 他就讲 你说他说普通物品掉入这个炉中啊 这个瞬间就气化了 你说要有怎样一种决绝和赴死的决心 才会纵失你一条啊 这里包含着很多的信息和内容啊 不能言说的人生的苦难和秘密啊 这位作者就联想到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 而且还列举了几天前发生的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啊 就纪南一个大学生啊 他是另外一回事 他和他爸爸有矛盾啊 另外一回事 和这个还不一样 这个是完全是投资造成的啊 那么这个作者写得很好 也讲到自己 这个人生的历程和挣扎啊 讲到 说是你不能要求拥有一个没有风暴的人生 因为痛苦和磨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一个没有风暴的海洋 那不是海市泥沢 他讲到七年前他经历的事 他主要是因为家庭 他妈妈家里人有病啊 他当时想救救他们 而无力帮他们 他讲到自己的一些痛苦啊 而且他得到了人生的真谛 他说只有认真的活着 才是对失去亲人最好的这个纪念 我觉得他的很多观点都很好啊 值得大家就是来这个 这个看看 仔细看看这些文章啊 这里面还有一些截图啊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其中的一个截图啊 今天发表在万维网上 万维网经常发表一些很好的文章 最后这位作者在文章中讲到 他说这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那些冬天为你搓手 夏天为你扇风 深夜为你留灯的人呢 都在用力证明你是值得被爱的人 为那些爱你和你爱的人 请再笨笨地熬一城 活得久一点 从来没有得 从来没有得伤所愿的人生 万物皆有裂痕 但那是光透进来的地方 他就给人树立人民的信心 其实每个人都有逆旅啊 都有人生当中的磨难啊 包括本人在那个坐在大牢里的时候 那五年领域也很苦啊 经常有的时候很郁闷啊 也很失望 这个 盼了一天又一天 早上看着太阳升起 晚上看夕阳 夕下呀 这一生就白白浪费着光阴啊 你也多不过人家那些 这个当官的 是不是啊 那抗争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在监狱里面 看着高墙电网每天啊 听着那如狼狮虎的警察的吼叫啊 是不是啊 那个洗脑的教育啊 那时候确实是 也有这个绝望的时候啊 那时候你想有的就是那警察呀 就比较 还是任何群体当中都有人不错啊 有的警察就安慰你就说什么呢 走一步看一步 不要太失望 这人生就是这样 你到那个境界 你只有走一步看 我看明天怎么样 后天怎么样是吧 什么时候能冲破这个牢笼啊 所以每个人都有人生叫至暗的时刻 一定要这个就好好的珍惜自己啊 就是尤其是发财的这个梦想 不要存有任何这个幻想 真的 这个我现在看见年轻人都很这个恍惑啊 都想过那种这个不劳而获的生活啊 就想这个业界发家之父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一种倾向啊 这个社会应该经常进行教育引导 使人们啊 这个珍惜人生 同时呢 一个是知足 一个是感恩啊 过得去就行了 你何必总结想呢 一夜之父 哪那么容易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结果是很令人悲伤的啊 也给但愿他给人一些哲理 西滴啊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这见